对于的话就产的问题 要从经济规律出发 要客观辩证的来看待 因为在市场经济的话就条件下 供需平衡它是个相对的 但不平衡它是个普遍的 适度的产大于需 它有利于的话就市场竞争 也有利于的话就优胜炼态 因此应该讲的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呢 那就这种现象的话 它是一个普遍的 有些方面的话 把产能过剩问题 跟国际贸易的话挂钩 认为的话就出口商品多了 就是产能过剩 我们觉得这个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我们中国的话就每年 也大量的进口芯片 飞机 大豆 原油等商品 那么这些商品的出口国 难道都产能过剩了吗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那供给和需求 它都是全球性 不同的国家 那各自的话就强项的产业 它可能会大一些 产能可能就会大一些 那就其他的产业 就不具比较优势的 它产能可能就会小一些 这是由各国的比较优势的话 就来决定的 只有加强合作 我们觉得的话 才能的话共同发展